大家好 星期三赛事 介绍两场过关给大家参考 选择头关的第一场星期三 欧霸杯的西维尔主场对拉素作客 今场波毫无疑问 主队晋级非常热 始终首回合作客1比0到尾赢你 拿着作客入球 今场回到次回合相当好打 支持主队性我会选择个让球半一盘 表面上让得深 但我觉得也有机会赢完整个盘 所以便逼拼让球主队性 选择让球主队性其实也有其他原因 事实上你说 近况西维尔刚刚输过仗给维拉利尔 其实个人觉得不妨准 比较分为主队 今仗来说 次回合再对拉素 其实拉素近况都挺差的 作客来说通常有输球 上次首回合已经输了 说这队拉素 其实打到上来欧霸杯的次回合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 说真的抬车边 才进到级 这队圈 说之前的赛绩 在二甲所胜的对手 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弱类 不算是强队 去着强队或作客赛事 经常都失分 之前欧霸杯 其实可以输给阿波尼玛素和法拉克福 唯一所胜的对手 其实来说就是赢马赛 能够拿到分数 就是上来的 我觉得你说今场 要在西维尔主场 要赢到球 其实也有点困难的事 你输少就当赢了 今场我看都很难说爆到冷 所以来说 我觉得你说 在联赛上的西甲球队 西维尔 目前来说 前三就没有去分 不如在欧霸上 闯回工业 毕竟他踢欧霸得挺厉害的 之前来说 也拿过两届冠军 所以我觉得今场 西维尔在下一城 应该问题不大 选个让球主队 希望他也可以赢球赢盘 撑让球主队 西维尔半一盘 2.07倍